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数率 这个指数率它其实就是在探讨 就是这个指数的一个规则 比如说像第一条,它有很多条 那这个第一条它的规则是这样 5的三次方乘以5的二次方等于5的几次方 那同学这个,你不要死倍 我们是有方法可以来处理这个的 5的三次方乘以5的二次方等于5的几次方呢 我们先从5的三次方这里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是5的三次方 所谓5的三次方是这样 它这样念嘛,5的三次方 5的三次方就是5连乘三次 5连乘三次 也就是说5的三次方它就会等于 三个5乘起来 5连乘三次 5乘以5乘以5 好,这个没问题,对不对 我们再看 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什么呢? 下一个是5的二次方 5的二次方怎么念? 这叫5的二次方 什么叫5的二次方啊? 5的二次方叫5连乘两次 聪明的同学 那你就很清楚啰 什么叫5连乘两次呢? 它就会等于5乘以5 好,那我们记得这两个 第一个叫做 第一个叫做 5的三次方就是三个5乘起来 5的二次方就是两个5乘起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原来的题目 原来的题目叫 5的三次方乘以5的二次方 这个5的三次方呢 就是三个5乘起来 好,再乘上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是5的二次方 5的二次方是两个5乘起来 最后全部一起乘起来 好咯,老师问你哦 全部一起乘起来 这里一共有几个5呢? 一共有 我们算算看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所以一共有几个5连乘呢? 一共有5个5乘起来 5个5连乘 我们这里呢 在数学上我们叫做 5的几次方啊 就是5要乘几次啊 就是有几个5乘起来 要5个5乘起来 所以就是5的5次方 这里呢 跟大家做一个统整 5的三次方乘以5的二次方 到底是5的几次方呢? 请注意一下 这个前面这里呢 就是三个5乘起来 前面这里有三个5 后面这里呢 是两个5 那一共几个5呢? 前面三个5 后面两个5 所以一共几个5? 一共3加2 3加2等于多少呢? 3加2就是5个 所以这个5怎么来的? 这个5就是3加2 就是呢 这个5的三次方 这三个5加上两个5 就得到5个5 所以这个呢 题目标题这地方才会写说 A的M次方乘以A的N次方 等于把这两个加起来 老师再考一题问你 如果是7的三次方乘以7的二次方 等于7的几次方呢? 好,那很清楚咯 你就知道咯 前面这里呢 叫做三个7 后面是两个7 所以全部乘起来是几个7呢? 三个7 7乘7乘7 再乘上两个7 所以一共有几个7啊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你可以用算的 那你也可以怎么做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三个7 三次方加上二次方 所以等于五次方 7的五次方 这个就是指数率的第一条 先讲到这边 先讲到这边